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6月16日 芬兰火并俄罗斯 本周三晚21点 2020欧洲国家杯分组赛将上演一场B组的较量 由芬兰对阵俄罗斯 比赛将在后者主场进行 虽然芬兰首轮分组赛报冷取得开门红 但是论整体实力 他们依然不如俄罗斯 加上后者失忆又拥有主场之力 不妨看好两队金杖激战成和 芬兰此次的欧洲国家杯之旅 其实并不被球迷所看好 毕竟这是他们历史上首次杀入欧国杯决赛周 无论大赛经验还是球队的整体实力 都与小组中的其他三队有所差距 但令球迷大吃一惊的是 在与丹麦的首场分组赛较量中 凭借前锋普赞伯禄的一键定江山 芬兰居然一球小胜出现大热门丹麦 值得一提的是 普赞伯禄的破门是本场比赛芬兰的第一角射门 也是芬兰国家队对使在欧国杯中的第一角射门 同时还是球队全场唯一的一次射门 成为自1980年以来首支在国际大赛中全场仅有一次射门 却依然收获胜利的队伍 这场比赛芬兰赢得实在是太过于幸运 首先是C爱丽晨的心脏 周庭让丹麦军心不稳 同时赫尔比格还设施了12码 要知道 整场比赛芬兰各方面都落于下风 射门次数为1比23 角球数为0比9 控球率为36比64% 传球成功率为66比84% 不过芬兰也不是没有拿分之使 上仗已鉴定江山的普赞伯禄就是队中最值得期待的球员 这位新一代芬兰兵到年少成名 虽然受伤并困扰而影响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 但是不断的挫折也让普赞伯禄具备了坚韧不拔的品质 他予以供入30个国家队入球的普击组成的封线金杖有望威胁到俄罗斯的城门 俄罗斯一共参加过11次欧国杯决赛周 还站上过最高领奖台 球队的大赛经验远超芬兰 不过近十多年来俄罗斯出现人才断层 球队实力也出现下滑 近两届欧国杯 他们均只不分组赛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届欧国杯对俄罗斯来说 力争出现是最基本的目标 毕竟毕组的三场分组赛是在圣彼得斯堡梯 主场之力让俄罗斯战斗力要提升一个档次 要知道在2018年世界杯上 东道主俄罗斯取得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八名 另外 作为东道主之一 在圣彼得斯堡球场梯球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最大的利好 毕竟队中的封线箭头迪斯约巴尔在这座球场踢了五年多 队场地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在首场分组赛中 俄罗斯及时排出4-5-1的偏防守阵型 仍然以0-3惨败在比利时角下 如此一来球队要想完成出现的目标 今仗对阵小组中实力最弱的芬兰就不容有失 值得球迷高兴的是 包括前身苏联在内 俄罗斯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输给过芬兰 而自苏联解体以来与芬兰的四次交手 俄罗斯不但全部取胜 而且得失球比高达15-1 拥有巨大心理优势的俄罗斯是一座和望赢并非吃人说梦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